流星雨 森林的夜空 万里无云 满天繁星 哇 好美啊 别跑 走啊 够不着呀 跳 跳 你屁屁 熊儿 你要是抓得到萤火虫 星星都会掉下来 嗯 又咋啦 熊子你看 好看不 好看 星星 真地掉下来了 这咋可能呢 真地 真地 就在那边 俺只是随便说说 熊儿 你是不是把萤火虫看成星星了 这个 难道是俺看错了 啊 星星真的掉下来了 看错了 不说 俺们快跑 啥 熊儿 熊儿 星星掉下来咋都爱门咋办 赶紧躲起来 准备好了吗 猫猫 好 请出手吧 我赢了 耶 香蕉是我的咯 妈妈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三举两胜 好 哦 那我们再来 笨王子再也不会输了 这一次 我只想晚一点出手 我就赢定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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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招了 好 大师傅考虑 我不想初步的 我又赢了 熊儿 都怪你吓到本王子 害本王子的妙计失败输了香蕉 熊儿 你把这个袋上 什么 鸡鸡毛毛 猩猩掉下来了 俺们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免得被猩猩砸到 你们也跟俺们一起去 学大 被猩猩砸到会很疼吗 什么 猩猩掉下来了 可疼了 免得他们也相信 恐龙就是这样灭绝的 这不是好好的吗 有了 鸡鸡毛毛 别愣着了 咱们就快来不及了 赶紧去躲起来吧 不用了 其实是因为本王子没吃够香蕉 心情不好 所以才用魔法把星星召唤下来的 咱们不信 不信 不信 星星们哪 快听本王子发号施令吧 我要去香蕉 姐姐快住手 俺们信了 这也行 这也行 姐姐 俺们会给你很多香蕉店 是吗 是啊 是啊 那好吧 姐姐 以后可别这么做了 不过俺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星星找到脸 只要有香蕉 只要有香蕉 一切好商量 又来咧 什么呀 真 真的 星星怎么掉下来了 星星 天又塌了 姐姐王子等等我 小达 俺们咋办呀 跟上姐姐 姐姐你跑慢点 停了她了 停了她了 姐姐 姐姐 你怎么会被杀来幼儿园啊 在这片森林里幼儿园的树最大 天要是掉下来的话 大树还能保护我们呢 哇 鸡鸡王子真聪明 天塌脸 俺以后都得背着天 弯着腰走路咧 熊儿 熊儿说的也有道理 以后咱们就只能弯着腰来上学了 那 那是什么 孩子们 梦梦老师 孩子们 孩子们怎么了 这么晚了还在学校 老师 出大事了老师 外面的天要塌了 对啊 对啊 怎么说天要塌了 我看这天好好的呀 老师 老师 别过去 太危险了 天要塌了 真漂亮 孩子们 那是 熊儿 熊大 天要塌了 老师 天要塌了 你快过来 对啊 孩子们 能告诉老师 天为什么要塌了吗 因为 因为星星 因为星星全都掉下来了 老师 对啊 对啊 星星又掉下来了 孩子们 你们不用害怕 天是不会塌下来的 可是 姐姐说 姐姐 和老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啊 儿歌里面不是唱过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花在天空方光明 好像满天小眼睛 老师 小眼睛都下来避难了 肯定就是天要塌了 原来是这样啊 要不我们先来看看 掉下来的星星是什么样子吧 要看仔细哦 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看完 说说你们自己看到的 看到什么了 老师 星星越来越小 最后不见了 星星还拖着个长尾巴 老师 我看到星星还很亮 老师 星星为啥会消失了呢 对啊 对啊 为什么还会有大尾巴呢 而且掉下来的星星跟别的星星好像不太一样 大家看得很仔细 我们看到的这种掉下来的星星叫做流星 流星 是啊 这种很多流星出现的现象就像下雨一样 所以它有个好听又形象的名字叫流星雨 哦 这些流星不会真的像雨一样降落到地面上 对啊 这是为啥呢 这个知识就深奥了 老师给你们做个简单的比喻 老师是太阳 这是我们住的地球 这是彗星 都围绕着太阳转 其中彗星是由冰和尘埃组成的 被太阳照到以后 原本被冰包裹的尘埃就被脱落 形成彗星的小尾巴 当彗星与地球相遇的时候 形成小尾巴的这些颗粒就会因为引力的关系 飞入地球的大气层 那为啥最后又消失了呢 这些小颗粒在穿越地球大气层的时候 会因为摩擦发光最后被燃烧掉 这样就形成了流星雨 原来不是天药塌了 鸡鸡之前是骗俺们的 还安顶了那么久的树皮 不知道还会不会长高脸 鸡鸡以后可不要再骗人了 小朋友们 你们见过流星雨吗 大自然里还有许多奇妙的东西等着俺们去学习了解 加油哦 小朋友们 再见 我会系鞋带了 今天的光头墙有点不一样 瞧 因为他穿了一双新鞋 好可惫 真好看 我要让大家都看看我的新鞋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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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鸡鸡王子 这次我肯定会好好提到 你就让我给你一队吧 好不好吗 这个嘛 好吗好吗 鸡鸡忙呢 快来看快来看啊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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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没事吧 疼不疼 我没事 你们快看看我的新鞋子 好看吧 这有什么好看的 笨王子的脚丫才更好看 看啊爹 明明更好看 鞋带怎么开了 黄大强 你这个是怎么寄的 真好看 是吧 这叫蝴蝶结 一动一动的走起路来 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可好看了 本来是一堆的 我寄给你们看 爸爸好像是这样给我寄的 寄好了 你们快看 好看吧 怎么开了 一定是这样的 好了 咋又开了 放头墙 你到底会不会 我 应该是这样寄的 上课了 我要第一个进教室 放头墙 阻力 马上就好 快点 好了 放头墙 快要迟到了 快要迟到了 怎么又松了 怎么回事 放头墙 你在干啥 鞋带又松了 熊儿 你先走吧 那好吧 你快点 怎么又松了 不管了 不管了 上课了 孩子们 准备上课了 大家先坐好 光头墙 好慢 好 都到齐了 今天我们上美术课 今天的美术课是自由练习 毛毛拿着 我来给你画个大花脸 好了 我来给你画个大花脸 光头墙 你咋出这么多汗 没事的 热的 我来给你画个大花脸 光头墙 你是不是不舒服 俺妈妈说了 身体不舒服要告诉大人 别 不行 老师 光头墙 光头墙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被鞋带缠住了 好甜 好甜 光头墙 今天俺的蜂蜜可甜了 给你尝尝 谢谢你熊儿 等一下 我正在走路 蜂蜜真的很甜 你就尝尝嘛 熊儿 等我走到桌子旁边再尝吧 俺的蜂蜜 蜂蜜 蜂蜜 俺的蜂蜜 这边 这边 熊儿 你踩到我鞋带了 还好蜂蜜没事 光头墙 你怎么乱人水果 对不起 姐姐 都怪俺踩到光头墙的鞋带才会这样的 鸡鸡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鞋带开了才会 对不起 没关系 原来是因为鞋带 这样 好吧 本王子不生气了 这咧 要不俺们帮光头墙想想咋记鞋带吧 好 有咧 照着左脚的鞋带机就行咧 让本王子来 我也来帮忙 好 光头墙 我也来帮你 鞋带系好了没 好了 我看看 这怎么全开了 熊儿 这可怎么办 本王子有个主意 你把鞋带塞进袜子里不就行了 这样 真的可以吗 你走六步试试 你们快看 鞋带没有开 太好了 我们去踢球吧 好 我到 我准备好了 终极上门 风头墙 我接到你的鞋了 球 都没办法跟大家踢球了 都怪你 不穿了 你我也不要了 好痛 王豆强 你怎么哭了 大黑熊老师 这是你的鞋吗 告诉老师 怎么了 大黑熊老师 我的鞋袋寄不回去了 还老摔跤 都没法踢球了 大黑熊老师 你会不会寄鞋袋 大黑熊老师不穿鞋 肯定不会寄 这个吧 让老师来给你想想办法 有了 有了 让老师来试试看 大黑熊老师 你好厉害 好厉害 我也要学 老师 快教我 好 你要看好 看着 第一步 先这样 然后绕进去 拉紧 两边交叉叠起来 穿进去 只要这样一拉紧 记住了吗 好棒啊 大黑熊老师 能不能再来一遍 好 再来一遍 光头墙鞋带记不了 没法一起踢球了 要不跟光头墙玩 不需要用饺子游戏吧 对了 要不我们玩 快来看啊 我的鞋带记好了 你们快看看 光头墙 你真厉害 终于记好了 这下可别再想看了 没事 没事 开了也不怕 我解开给你们看看 不许解 这回本王子可不帮你了 不许解 要碰鞋带 别解 既不回去又要帅脸 没事的 我已经学会鞋带了 怎么办 好厉害 那咱们继续踢球吧 好 小朋友们 你们会记鞋带吗 不会的话 要记得跟爸爸妈妈好好学哦 小朋友们 再见 蘸玉米了 今天的大树幼儿园里 小朋友们正在玩捉迷藏呢 六 五 四 八 二 一 藏好了吗 我要开始找的 找到你脸 看错了 没有 有好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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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文豆脸 真的有香味 好吃的在哪儿呢 你们跟着俺就能找到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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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 吹一吹再吃 可以吃了 谢谢熊大 孩子们 玉米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嘉阳爷爷 俺的玉米吃完了 俺还想吃 我也是 我也是 这个 学校里已经没有玉米了 不过 玉米地里还有 你们想不想跟爷爷一起去摘啊 想 好 咱们一会儿就出发 耶 去摘玉米喽 一二一 一二一 左左右右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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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右 孩子们 这儿就是咱们的玉米地 哇 好高呀 按不住呀 来试试 咱们 摘不下来呀 弄不下来呢 哈哈 熊大 怎么连你也摘不到玉米呀 嘿嘿 俺再摘不到了 俺会摘到很多很多玉米的 那本王子一定要摘一个 最大的玉米 比你们所有人的玉米都要大 俺才会摘到最大的玉米 俺摘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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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摘的它是最大 俺摘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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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孩子们 孩子们 这些玉米啊 都很高 大家要一起合作才能摘得到 知道了吗 好 大玉米 我来啦 吉吉 最大的玉米是俺的 吉吉王姐 等等我 小子 好 等等我 要注意安全 熊大 再往前点 再往前点 好了吗 好嘞 放下来吧 走 前边还有好多呢 好 这不是大野牛吗 傻呀 傻 熊大熊 你们在干嘛 俺是长鸡脚的大野牛 你别跑 快走 快跑 伸出了 猫猫快跑 姐姐快来 我是逗牛市 砍的 你快跑 快跑 孩子们 干活的时候不要贪玩 要认真 来 山羊爷爷 你看 为啥这两个玉米一大一小 因为这个小点的玉米还没有成熟 玉米开花的时间不一样 成熟的时间也就不一样 我们来看 成熟的须是干的 颗粒饱满 没有成熟的玉米 须是湿润的 颗粒比较青色 还能按出水来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颗粒 玉米 玉米怎么自己往下掉 鸡丁王子 原来是你在帮我 是啊 这些都给你吧 你一定摘了好多 让我看看 一个都没有 怎么回事 笨王子要摘到最大的玉米 这些都太小太普通了 给你 鸡丁王子 鸡丁王子 等等我 熊儿 快点 熊大 你慢点 你咋来熊大 大 大玉米 我找到大玉米了 最大的玉米 等等 鸡丁 熊大你熊大 你没事吧 熊大 这个大玉米 是本王子先看到的 这个是俺先看到的 俺要摘下来 那是本王子的大玉米 鸡丁 你放开 你不许摘 猫猫 来了 大玉米是我的了 鸡丁王子 放手 你们给我松手 给我松 熊大 你们别闹了 熊大 放手 救不 这是我的大玉米 既然你那么想摘 那就给你摘好了 真的 大玉米是我的了 鸡丁王子 我来帮你 鸡丁你的力气太小了 还是得俺来 我来帮你 熊大你也不行吗 孩子们 孩子们 这么大的玉米 一个人摘不下来 你们要团结起来 互相帮忙才行 是吧 熊大 对 熊大 我们一起摘吧 孩子们 一起来 好 来练 一 二 加油 一 二 加油 大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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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摘到了 孩子们 你们真棒 你们团结一致 摘到了大玉米 耶 耶 小朋友们 俺们今天摘到了好多玉米 山羊爷爷还叫俺们干活的时候要团结 互相帮助 快去把这个故事告诉爸爸妈妈们吧 小朋友们 再见